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之前呢 在夏天如果说你这个夏天常常加油的话 你应该看到这油价倒是往下在夏季的时候降了不少 但是从上个礼拜开始开始往上回升 一个礼拜前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加轮3.678美元 而一年前则是3.188美元 美国各地汽油价格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在不管是华盛顿州 内华达州或者是加州 这一个汽油的油价都不大一样 跟我们德州比那么他们应该算是高的 我们德州来讲还算是相对的比较便宜 美国西德州的中植原油 在上个礼拜五收盘的时候跌了4.58元 每桶是78.9亿美元收盘 那么现在看起来油价有可能要开始往上要调一些了 好 接着我们再继续看到 就是在这里呢 TikTok朋友们这一个短影音平台 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其实不是年轻朋友们 很多的朋友都在上面玩 都在上面看 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媒体说 美国国会议员和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已经讨论出一套方案 在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不需要将它出售的情况下 TikTok可以就资料安全 美国公司的治理来进行变更 另外一方面呢 英国的资讯监管当局 也在今天通知了TikTok 鉴于调查发现 这个短影音应用程式 没有能够保护平台上儿童用户的隐私 涉嫌违反英国的资料保护法律 因此可能会遭到开罚2700万英镑 根据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TikTok在美国和美国拜登政府 草拟了一份初步协议来解决国家安全的疑虑 但是是否能够达成最终协议 还是有待商议 字节跳动和TikTok都没有立即回答 媒体在这方面的回应 那么TikTok长期都面临 美国国会议员的检视 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用户资料的保护问题 对于中国企业拥有的这个平台 一直都是抱持着疑虑的 而TikTok是目前世界 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群媒体平台之一 全球活跃使用者超过了10亿人 而最多都是在美国呢 另外呢 在金融市场的动荡 也让投资人现在抱着美元的大腿 抱着不放啊 美元是避险啊 加密货币则成为众多资产当中的一个亮点 有望可以和美元一同加入 在这一季的最佳表现资产行列 从6月底以来 追踪百大加密货币表现的这个公司呢 也表示他们的指数已经上涨了 那么相较之下 包括了股市债市油金 这些大宗商品都是跌的鼻涕眼泪 一直流啊 传统资产的下跌 反映的是全球央行 大举升息 试图压跌通货膨胀 也引发了市场的震荡 同时诱人的利率 还有避险需求升高 则是帮助美元继续走强 好接着我们看到是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今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 全球经济预估 朋友们坏消息了 那么在它的预估下呢 今年成长率还是维持在3% 但是由明年则从2.8% 要大幅下修到2.2了 主要是因为能源 还有通货膨胀危机 可能会把各大经济体 都推入衰退 几乎所有所有的G20的国家 在明年的预估成长率 都被往下调 而欧洲是调的最多的 只有印尼是温和的往上修正 那么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预测2023年全球总产值 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要减少2.8兆美元 他的秘书长也在声明中说 许多经济体的经济成长停顿 经济指标 预示成长趋缓的时间会要脱长 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消息 朋友们严正以待吧 好的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由胡美健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了 我们在这休息会儿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的节目